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州青山里 发现一棵百年古树 长在一座石桥上 这棵古树名称叫做冯斗斌 距今有300多年了 古树的高度有20多米 树的围松需要3个人才能把它抱住 这座古桥占入恐龙14年代 同样距今也有300多年了 由石头聘切成枯形转成 没有一根钢筋水泥 一条大山谷里的河流流到桥底下 两边长满了很多名金贵的发草树木 每当清晨的时候 这里真的是发香鸟椅 一棵百年古树生长在一座百年古桥上 树与桥完美的融合 这种奇迹的奇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呢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 我称它为世界奇观啊 平时需要在电影里才能看到这种场景 今天呢 我让你们现实中见证这奇观 为了带大家见证这奇观啊 今天驾车开了50多公里 不知道大家是否愿意点赞转发呢 欢迎下方评论区交流